经常有同学问我给PS5扩充硬盘哪个硬盘好 还有同学问我PS5加速器哪个好 这个好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质量好好用 另外一个是性价比好 那这个视频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西红柿的故事 我刚从菜市场回来 买了几个西红柿 我刚买完 有我老太太问 你们家这么多西红柿哪个好 摊价有两块五一斤的 三块一斤的 还有六块钱一斤的 我买的是这个六块钱一斤的 这几个 这三个应该是两块五一斤 几块钱的西红柿 和我们用的几百块钱 上千块钱的硬盘加速器 是一样的道理 从销量上来说 这个两块钱 两块五一斤的西红柿 销量是最好的 最好卖的 但是从好吃这个角度来看 这种六块钱一斤的西红柿 是最好吃的 口感最好的 但是它销量少 在很多人眼里 包括我以前 基本上都会买这种 普通的西红柿 什么量大 就买什么 别人买什么 我也买什么 我不懂 我可能认为 买这种贵西红柿的人 都是大院主 但是自从我上次 吃了一回 他们家三块五一斤的 那个西红柿 也是赤风产的 那个西红柿真好吃 但是今天我去 他说卖煤了 我说以后什么时候还有货 他说不一定 他说你可以买这个 贵一点 味道跟那个一样 甚至更好 然后我就买了13块钱的 我做这视频的目的是什么呢 销量大的普通产品 有它存在的意义 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各位不要觉得 买这种贵的价格产品 就是大运种 其实不是 我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 六块钱一斤太贵了 可以不尝试 那也不要去否定 这部分用户 另外这部分用户 也不要去否定 这部分用户 两块钱一斤的西红柿 我以前也经常吃 缺点是没有西红柿味 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那这种西红柿 它主打的就是 有小时候的味道 确实是有小时候的味道 我也比较爱吃 像这种普通的西红柿 我是不怎么爱吃 即便是放糖 我也不爱吃 像这种西红柿 上次买了几个洗一洗 直接啃了两个 直接吃的西红柿 我已经很多年 都没有吃过了 那个才三块五一斤 可惜没有了 那以后想吃 就买这个吃 我以前买这种西红柿 经常不爱吃 或者忘了吃 就会烂掉 也觉得挺可惜 虽然钱不多 但是这种东西 买的少一点 尽量别坏掉 也别浪费 回到视频的开头 如果以后再有人问 哪个好一点 那我默认会认为 是质量好一点 口感好一点 用的好一点 舒服一点 但是很多人都会认为 是性价比好的 我刚才吃了一口 真的很好吃 真的是很爱吃 那种普通的西红柿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没有味道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科技与狠活 总之这个吃的 很顺口